一样,在我们论坛上面呢,就会有第二次上课的连结 那连结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会告诉各位呢 就是说呢,如果你有加进来的,你的mail就一定会收到这一封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会有一个清单 所以很清楚啊,上个礼拜大概讲哪些部分 第一个呢,是结构控制 那所谓的结构控制的话呢,就是当你遇到一个问题 它可能需要做很多的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呢,像我们取的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像那个年龄的部分 年龄翻例部分的话呢,当然哦 有成年跟未成年,如果两种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if,后面加一个逻辑判断 OK,然后冒号,这一定要有 enter的话呢,如果底下的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当然我就什么,printer,输出的话呢,输出成年 反之就else,else后面还是要加一个冒号 然后enter,然后printer,未成年 OK,所以输出要把它打出来 那当然呢,如果年龄除了二分法之外 当然还有呢,未成年当然固定的,18岁以下 可是呢,成年里面呢,如果又分成什么 壮年,青年,老年,当然你还可以再分吧 反正那个分法你可以自己找一些逻辑 然后你可以再去划分,有没有 那划分的话呢,当然哦,里面的话 可能就需要什么 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第五个条件 那特别是有那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其实程式你其实可以拿那个if来复制 复制贴到底下之后的话,前面加一个el就可以了 有没有,elif,有没有 那elif之后的话呢,后面其实就是在把那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是什么,18到30的话 那你中间加个and,and,有没有 什么,那个h,如果什么 大于等于,大于等于18 ok,and,h小于等于30的话 一样再加个冒号嘛,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什么 printer,它是,假设是壮年,ok 那另外底下再复制,再贴,再改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就青年,青年h,假设是31到65好了 ok,类似这样,那就printer,就是壮年 ok,那当然了,以后啦,同样的逻辑 反正你可以再继续划分 也就第一个一定是if 后面的话就elif,elif,一直往下 看你要几个都没关系 ok,理论上,当然也不可能太多吧 大概五六个,七八个就已经算多了 不过如果你的工作里面真的很复杂,没关系嘛 你就一直在判断,一直在判断下去 那另外的话呢,甚至要你可以什么 那个if里面判断完之后,还可以继续判断 继续写if,没关系 就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有没有 一关一关的过,就像出国一样嘛 先过第一关,进去先给那个有没有 可能警察,行警先看一下 那个你的护照有没有 他还没进关,然后再进去的话 可能检查你的医务嘛 然后再进去的话才是真的是 去check你的相关的资料,有没有 一层一层的 那当然你某一关过不去 那很抱歉你就是过不到最后一关 甚至你还要搭飞机之前 他还要再看一下你的passport 有没有,你才可以搭上飞机 OK,所以每一层每一层 那类似啦 这个就有点像一层一层的关卡 你可以把那个规则给写出来之后啊 甚至以后都不需要人了啦 因为未来的话,AI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说,它具有辨识功能 也就是说你只要有镜头,有没有 那就一照就知道 那或者你出示护照 所以甚至像现在快速通关嘛 这会怎么办 直接就扫你的那个什么,护照 然后另外再扫你的,好像扫什么 扫你的指纹嘛,对不对 然后再扫,你要眼睛拿下来 然后再扫一下你的脸 你就可以快速通关了 你就可以不用去跟他排队了 对不对 那以后的话,应该会做更好 因为这种辨识的机器的话 它的辨识率会越来越高 甚至你根本连 可能就不需要 还有一个闸门吧 直接就走过去就好了 它就可以辨识完成了 有没有,OK 那这样的话,以后会越来越方便 那再来的话,就不需要有人力了 其实你会发现,那些人都跑到哪里了 可能跑到后面去了,做什么 因为可能要写程式了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不然那些人跑去哪里了 也就是说有些职位可能会慢慢不存在 那衍生出来就是会多出很多的职位 OK,所以这些职位的话 以后可能都需要有一些设计能力了 OK,或者是说你至少要了解什么叫AI 那AI怎么样去run整个流程 让这个流程run得很顺 OK,然后呢 把以前的人工作业呢 变成用电脑作业 有没有 然后 还有如果发生问题的话 你要怎么去把那问题给解决掉 让这个系统run得很流畅 甚至让人家觉得说 其实以后甚至连机场一进去 甚至都让你赶 就不用了 反正它已经都自动辨识完毕了 你只要进去 甚至上飞机的话 会不会以后也根本不需要 对,当然都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因为以后的 这种辨识的速度很快 辨识的正确性很快 有没有 那当然 很多事情 可能慢慢真的就不需要人工了 OK 所以学习这些东西的话 当然除了学习要写程式之外 可能还是要建立一些观念 OK 程式是 也是 我是觉得最低限度 因为如果说你不会写程式的话 有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跟会写程式的沟通 可能你们就没有一个共通的 那个什么 共通的语言了 变成说 有的时候 你不了解说 一个程式的架构 是这样子 那什么情况能够run 什么情况不能run 那可能就有个落差了 所以最好是本身就很精通的 两个人在沟通就很快速了 那有时候懂程式的人 跟懂程式的人 哎,根本不太需要 有点心灵交汇一下 OK 懂了 就可以了 但有的时候 你遇到那种 完全没有概念 没有sense的人 然后你跟他讲半天 有点像那个秀才遇到兵 你跟他讲很多 然后你要很耐心的跟他解释 OK 那解释完之后呢 他好像又不知道这个 因为他有个问题 就是他不了解 那个电脑的运作方式 所以他一直会用人脑的运作方式 再去设计一个系统 那当然是目标没错 一个理想 当然是越接近 刚问题是电脑毕竟还是电脑 OK 你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学习程式的好处就是说 至少你要了解这个运作的模式 那以后什么是能做 什么是不能做 你会比较清楚一点 OK 不然的话感觉好像真的就是 有点怎么讲 不着边际的感觉 OK 所以其实像我们也是不断在学习 因为我还是要了解新的趋势 新的趋势有一个新的技术 新的技术不是说我本来就会懂了 那我要怎么能懂 那当然我要去了解 我要去学习 对 所以还是要 有空的话还是要到书店晃晃 对 架上了书 OK 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习惯 就很喜欢阅读 所以看到书就蛮开心的 每一本都把它拿来看一看 至少你会比较对未来的趋势 会比较能够理解 比较能够了解 那你要先预先做准备 对 预先做准备你就有备无患了 不然等到 为什么大家都会 大家都已经这样在工作了 那你还在土法炼钢 不就感觉好像很多事情你就变成说 你就觉得很意外 为什么 其实没有为什么 其实外面世界在改变 只是你没有变而已 不过你们来上课 就表示你们已经愿意学习了 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的话 后面的话 我们上礼拜 还有讲BMI的范例 那个证照考试题里面其实也有BMI 只是它的题型不太一样 我们这一题是来自于Google上面的 Google第一个BMI的范例修改 那证照考试题的话 它逻辑上基本一样 但是没有考的那么可能逻辑 没有那么复杂吧 我觉得还甚至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我也忘了第几题 反正你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第二个单元还是第三个单元吧 第二类还是第三类 那另外的话呢 BMI里面呢 我们还有讲到有关格式化 格式化的话 当然会用到一个函数叫format 特别是 这个format非常的重要 往后的话呢 因为以后如果要做一些文字上的格式化 那都会用到format这个函数 应该还记得怎么用吧 回去可能要演练一下 你必须要先告诉他说 你要取到小处点第二位的这个规则 它一定是个文字 所以一般习惯会先打一个字串 里面放个大瓜糊 冒号 冒号 点2f 意思说我要取到小处点的第二位 OK 应该这程式云单上都有啦 所以你们其实哦 可以再把云端白板的第二单元里面找到 有没有 BMI的程式 其实就在我们云端白板的第二个单元里面 这个地方是年龄的范例 就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你回去把这个可以写出来 那表示你OK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个什么 成绩我们有做变化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 然后有用到一个叫format的东西 有没有 其实会在第几页呢 第十页的地方 那最后呢 再利用这个format的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串在一起的话 如果我要做出这个上面的效果 包含什么呢 包含那个两 前后的双引号 那这个一定要用反斜线双引号 这个也是一样 那这边有个换行 换行的话就反斜线N OK 然后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最后的得到的话 就是这么一长串 最难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我有放在云端白板的第十一页上面 还有呢 要去掉那个printer本身的换行的话 就是豆点 end 等于 两个双引号 就表示说呢 把它 printer 预设是会换行 我不要让它换行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再加一个 豆点 end 等于 两个双引号 就OK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上个礼拜讲到的啦 所以回去尽量 可以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写过 而且啊 你如果还没有那么在行 没关系 至少重新看着打一遍 也OK啦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天才 我是有看过 有那个小朋友很厉害 他曾是看过一遍 重打一遍 完全一模一样 哇 天啊 太厉害 而且像那种症状考试题 里面大概几十道题 他真的就是全部把它看过一遍 全部又重打一遍 执行 居然是完全一模一样 哇 天啊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 那小朋友还蛮特别 他不喜欢读书 就一直在打游戏 打游戏 然后呢 后来念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学校 高职啦 然后他爸妈觉得说 怎么办 那小孩以后完蛋了 后来呢 发现他有城市设计的这方面的天才 就让他来学城市 学城市之后的话呢 刚好我就教他证照考 因为他升学可以用证照 做那个像繁星吧 后来他用繁星上还不错的学校 我发现他对那个城市方面 真的是非常有他的这个潜力 OK 所以啊 刚好如果 而且他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后来他就把那个打游戏打怪的精神 拿来学城市 而且甚至他半夜可以凌晨三点 他来的时候考试他黑眼圈 为什么我没有准备那个证照考试 这个就是可以熬夜到半夜 OK 他把那个打怪的精神拿来学城市 我觉得其实所以小朋友其实是可以把他的那个潜力 用在他有兴趣 而且他又能够做得很好的地方上面 哇那这小朋友应该未来 应该不至于会太差了 只是说我觉得家长应该有个任务就是你要帮他找到兴趣 OK 而不是说你一直逼他一直把书读好 像我是不太会一直逼着我小朋友说你一定要成绩一定要多么了不起 因为你分数毕竟就分数嘛 考好不就是一个分数 但是态度啦 我觉得还有就是说你对于有些东西是不是能够真的非常有兴趣 你能够持之以恒 因为你有兴趣的话 你不用人家逼你也会主动去学习 OK 那当然 这也是比较 所以我对小朋友的教育 分数不是那么重要 但我同学就会说不行 小朋友分数非常重要 他只要差一分 他的威力就非常非常生气 说差一分就没关系 对不对 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学 我记得高中有一年 刚好我那一年是非常混的一年 然后我一个同学就很悲伤的跑来找我 他说 他有点在哭泣吧 他说你看我的成绩 我成绩居然考全班的倒数第二名 然后我说你有什么好哭的 最后一名就在你面前 这没怎么样 那顿时间马上就开心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 当然 这也是过往 当然有的不是说 没有找到兴趣 OK 那所以呢 底下的话还有就是 你要取到百分比 或者是你要取对齐方式 像我们的那个症状考试题 因为今天你们有拿到书 那个书里面 基本上的排列方式就是一到九类 然后呢 基本上是考前十题 OK 前十题 然后第一类的话就是 他好像里面有到十五题 所以基本上是101到115吧 其实考试应该是考101到110 OK 然后总共有九类 所以九类的话就是到901到910 OK 那不过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基础 所以我们会交到第五类 那当然除非说后面如果还真的有一点多余的时间的话 因为我们可以再延伸多讲一些那个第六类以后的东西 如果各位有想要多考的话可以多了解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回圈的叙述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就是稍微开启一下 这个第三个单元 第三个单元的话就回圈叙述 那基本上回圈 其实简单讲起来 就是你要让电脑重复做什么事情 重复做 重复做 重复做的话它有两个叙述方法 一个叫form form form的话后面会有个范围 你要帮你做几次 从哪一次做到哪一次 从哪个编号做到哪个编号 那会有范围 OK 会有次数限制 另外一个叫while回圈 while回圈的话后面就没有次数限制 他其实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一直做 如果后面有一个逻辑判断 一点像if后面那个逻辑 如果那个逻辑判断为true的时候 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我就做 所以如果一直true的话 他就一直做 做到什么时候呢 做到后面那个条件为force 就不要做了 OK 比如说什么 就像说你叫人家打扫好了 做到什么为止 做到打扫干净为止 所以那个打扫干净 如果force 那就继续做 就跟机器人打扫机器人 他一直打扫 如果他一直打扫 发现呢 还是有脏东西 还是有拿个律师在跑 那等到他全部清理完毕之后 发现 奇怪地上没有灰尘了 force了 他就自动回去了 有没有 他甚至自动回去充电 现在有那种打扫机器人 其实逻辑上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基本上 主要是针对什么 电脑的专场 因为人最讨厌的就是重复做 但是 电脑却是完全没有问题 你将他做几次 他就做几次 所以其实应该怎样 像那种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人最讨厌 如果你很讨厌的事情 我是建议你干脆想个办法 让电脑帮你完成就好 如果可以 每天都自动完成的话 那你会少做非常多的事情 OK 所以 很多事情是不是能够这样做 其实非常多事情 只要是电脑上面可以完成的 通通丢给他做 甚至 电脑还有优点 他不用睡觉的 7-11一样 时间到自己做 时间到 可不可以 你可以设排程 或者设条件 当什么 就有点像闹钟 时间到 去做 就像说 我们现在是晚上 那可能美国的话 是白天 如果我们半夜的话 他们可能是刚好中午 所以如果说你客户 刚好 他白天的时候你在睡觉 那你每天都要半夜起来 还要去接他的讯息 接他的一些message 或者是 接他的mail 接他的谈话 对话的话 那当然很麻烦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 干脆就是用电脑 时间到的话 帮他处理完 直接就寄给他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说 半夜一定要起来 一定要去应付那个 或者说 可能 美股开盘 那开盘的话 也许在半夜 那半夜你在睡觉怎么办 如果电脑是开着 那自动去抓就好了 所以其实电脑本身是可以 设定时间到去做的 还有电脑是可以 某隔一段时间做 你可以设定一个小时去抓一次资料 一个小时去抓一次资料 那时间到自动抓 抓完之后 再去跑回圈 检查一下 然后再逻辑判断 判断完之后把报表做出来 直接告诉你 如果那个报表没有异常 那也不要告诉我 但是如果那个报表异常 马上就通知你 可以啊 可不可以 没有问题的 这样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人力 所以在结合AI 我刚刚讲了 其实未来 很多地方都可以装很多的 像监控设备 辨识系统 有没有 那只要是有异常的话 再告诉你 所以你可以远端 远端可以去控制那些东西 现在很多嘛 像甚至不是说居家保全 这边OK 然后甚至是医疗 有没有 比如说现在很多老龄化 现在台湾已经走向那个人口 慢慢已经没有年轻人了 对吧 所以很缺人力 那怎么办 以后的话甚至可以加上那个IOT 或者前面加一个AIOT 物联网有没有 所以你装置 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监控你的生命的状态 以前就要装个什么机器 一定要躺在医院才知道你的心跳 血压 什么什么什么症状 对吧 以后的话可能那个机器随时在你身上 而且直接沿线到云端 直接做AI的判断 甚至有个AI医生自动告诉你说你现在应该做什么 如果很危险的话 马上可以处理嘛 不要等到紧急状况 然后再送医院 还要来不及了 对不对 很多时候像很多人都突然间就心肌梗测 然后突然就走了 为什么因为他错过那个黄金的救援时刻 他突然小中风 他不知道 其实中风马上处理 血栓有没有 解那个血栓的马上一打 其实马上可以解除 以前是三小时 现在不止 现在可能是超过三小时还有办法 但问题是 如果你生病症状 那些AIoT装置都已经知道说你的身体有异常 马上就可以先做预防 对不对 那不是很好吗 医生的loading也很可以减轻 不然我看一下医生也蛮可怜的 医生的话每天都要 哇 孕妇这么多病人 OK 所以想想一些方法 这些东西其实不是负担 是为了解决这个以后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医疗变得更好 对 OK 台湾这部分其实也非常强大 OK 我是觉得台湾已经很多地方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因为像现在我们群聚在这里 全世界可以这样大大方方的群聚 大概只有台湾了 哇 实在是了不起 每次打开新闻 哇 又多少人染疫 然后多少人又 什么 现在什么 巴黎 是不是 好像要封了 然后伦敦也要封封 封城 因为疫情太严重了 OK 好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透过程式 像回圈 逻辑判断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来看 那请各位把刚刚的部分先 试着 把它开起来 或环境也先试着 像那个Spider 把它先开起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针对第三个单元 所以请各位先大家看一下第三个单元 那我们主要要学会 两个回圈 叫Fore回圈跟File回圈 那怎么操作啦 OK 那你了解说这个的用途之后 再来就要熟悉它的规则 也就是说以后你可以很流畅的 把你的需求 写成程式告诉电脑 它就帮你把事情给解决掉了 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 而且感觉其实它做起来真的每次都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你可以很没有障碍的跟机器对话 然后那个机器就stand by 在那边了 它就随时 然后24小时 等于你把那个东西程式写出来 就变出一个助理 变出一个工读生 变出一个保全员 对不对 那它就是 除非说没电 要不然就 还有什么 应该没什么状况嘛 现在机器也都做得还蛮艰固蛮耐用的 它就在那边stand by 好多年 如果有异常的话 你再去把它检查一下 通常是可能是 里面可能散热不良或什么 把它修复 或者把它换一个新的上去就好了 这样它又可以继续walk了 OK 所以其实这些方式的话 你会发现大量的在我们身边 不断的在使用当中 OK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现在很多的工厂 也都是这样在做事情 有没有 就是 尽量在节省能力 像以前要检查那个板子 有没有错误的 有没有坏掉 或者是没有做好的 以前都用眼睛看 哪里哪里 把它挑出来 现在不是 现在直接用什么 用影像辨识就好了 有没有 你就是 用摄影机拍个照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吗 它用程式去判断就OK了 这个板子上面有错误 那马上再叫人去处理就OK了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省掉很多的那个 人力 那其实人就是金钱 另外的话还有效率 有没有 速度也够快 OK 所以 其实从这一点看起来 像台积链 可以 这么的夯 股票 股票市值可以 其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几乎把所有可能的技术 都把它加进来了 有没有 像刚刚讲这些东西 全部通通都把它集结 在他们的工厂里面 OK 那它两率就增加了 对 其他对手就无法竞争了 OK 好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好 哦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